12月份,吉安湘部落捕鸟祭陆续举行 18号在纳豆兰部落市南昌和宜昌村的联合捕鸟祭 在同目带领之下,青年一起学习捕鸟狩猎技巧 并且把捕捉到的鸟,烹煮料理和所有族人共同分享 吉安湘的游淑珍特别到场参加 他也强调原民文化和传统记忆要代代相成 捕鸟祭是南市阿美族的特殊祭典 每到冬天收割之后,部落族人会驱赶鸟,捕捉鸟 然后把捕捕的鸟类带回家烹煮和族人分享 这就是捕鸟祭的由来 它们会起点,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个年度的村 的播种的稻苗 所以会在这个收割的季节,冬割的季节 来做害鸟的捕猎 我们一般都是射线级以及捕鸟网来去做捕捉捕猎的动作 每年都会带着部落的青年以及小小孩,小朋友们 去一起去做抓鸟的动作 这也是以前老父爸爸带着我一起去抓鸟 现在有我带着我的孩子以及部落的青年 一起去体验这种抓鸟的经验 既然厢长游淑貞,他也特别到场参加 并且强调兼顾原民文化技艺传承 及推广保育动物观念 让捕鸟祭更有意义 我们从推广期发送我们的捕鸟证 一直到告诉我们的捕鸟人 什么叫做保育类的鸟类不能抓 我们希望在部落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运行铺枕之下 能够让我们的部落地以传传代代一直在延伸 但是也希望在保育类的限制之下 我们部落的竹人跟我们的鸟人要知道哪一些是害鸟 哪一些是异鸟,哪一些是保育类的鸟 我相信这也是在我们部落借由我们的捕鸟计要去延伸 告诉我们的竹人生态的一个孕育过去祖先的智慧 给我们的一个意涵 我们相信带来的是来年的封锁 部落的圆满 活动当中尤淑珍也提到了纳豆兰部落聚会所的新建事宜 他表示所有条件都已经做好准备 只差经费到位 尤淑珍期盼圆明会能够尽快补助计划 让最具规模与最具指标性的纳豆兰部落聚会所 能够早日完成积极实践一部落一聚会所的愿景 借旅会竟然相报道